二禮拜二 禮拜四都四點半 OK 那關鍵就可以了 好 謝謝 拜拜 谢谢 洁白方形磁磚 砌出明亮空間 狹小通道脚步來去 工地工人 結束清掃的阿姨 纷纷報到要沖個清涼 一般人離開公共澡堂 都是回到溫暖的家 不過無家者卻是要回到 街頭或是他們露宿的地方 仔細梳理頭髮 親耳朵 檯面上還有多種乳液 無家者在這 重拾了生活中早已絕跡的選擇權 包括說像工作 露宿地點 生活方式 居住地點 這些他們都沒有選擇 他們可以在這邊 挑一件他們喜歡的衣服褲子 然後甚至像毛巾的顏色 他們也會跟我們說 他們要藍色 要綠色 然後可能像是肥皂的味道 衣服沾滿泥灰 他是阿輝 小本生意失敗後 工地做雜工 每週做六休衣 下班後固定到早堂報到 泡麵加罐頭是儀式感 更是當天唯一的晚餐 花蓮沒有出工 出工很難找 對啊 找不到頭 你也整天去睡 有啊 十八三四 台北比較有頭 一千四五 靠靠不時就多了 你再吃飯 買兩句 靠靠就算 算不到就算一千塊了 扣除基本開銷 還得寄錢到花蓮 給行動不便的太太 不向大多無家者 沖澡後 衣庫換新 阿輝還是原來那件T-Shirt 又回到街上 即使入夜 三十幾度高溫的台北街頭 照樣把人悶出一身汗 阿輝露宿街頭十多年 仰賴心中這個夢 像阿輝這樣 有工作的無家者並不少 從事低收入 高風險的 無勞健保工作 但當然的貧窮者 卻領不到中低收入庫補助 很多人就是租不起房子 一個月工作 從完全沒有收入 可能找不到任何工作機會 到一個月可能幾千塊 一萬出頭 這樣的收入 它絕對就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中低收入庫 低收入庫 處在一種生活 實際陷入困境 但他們都申請不到 中低收入庫的狀態 有申請的時候 他們突然發現 我被卡住了 可是直到那個時候 你已經沒有力氣 去做任何的反抗 社安網最後防線 社會救助法 在人們遭逢變故 變更糟前 怎麼沒有幫助他們 站起來反而排除了實際貧窮者 是什麼東西卡住了大家 裡面大概就是核心三個 我們所謂的虛擬所得 第二個就是人極合一 然後第三個就是所謂的家戶合計 像是早堂常客嘉嘉 不堪前夫暴力相向而逃家 有清早工作照樣露宿街頭 因為你錢不夠 你再怎麼樣奴隸也是住不到那個房子 現在房子都很貴 所以當然是住不到那個房子 貧窮處境明確 卻被排除補助外 因為社舊法 才行家戶所得合計 包含直系血清和配偶 家家逃離先生無法離婚 收入卻得與他合計 領不到低收補助 如何邁向自立 另外不管是父母或子女有房 早已與家人斷連的無家者 也有這困境 通常無家者都不想拖累家人 但是他也因此 他也不願意去所謂的提告 所謂的撫養訴訟 不想再撕裂親子關係 而近來才被安置在 非營利組織家屋的可惡大哥 也是受害者 與父親繼母長期爭吵 18歲離家 他哪懂得什麼 流浪街頭快40年 換來一身病痛 他說我兩個弟弟有在上班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沒有關係了 而且我沒有財產 我沒有房子 申請過好幾次 所以我對這個低收入戶的話 對我來講的話 雖然對我是一種社群 無非是想得到幫助 但卻被社舊法虛擬收入門檻卡住了 因為政府認為16到65歲具備勞動力 沒有工作或收入低於每月基本工資 就得射算一筆虛擬最低工資 讓可樂大哥至今63歲 人領不到任何低收補助 一些身心疾病啊 可能失去例如說20% 30% 所謂的我的工作能力 收入只會減少20% 30%嗎 一定不是這樣 一定是直接歸零 虛擬所得這樣子 他實際上排除了非常多其實 雖然看似有工作能力 但他其實根本沒有工作機會 或適合他的工作條件的一群人 至於人籍合一指的是申請人 須實際居住在戶籍地 但不止無家者 這個限制讓沒居住在戶籍地的申請者 都難以得到社福支援 基本上所有的租屋組你都申請不到 因為在現實境況來說 你的戶籍地跟實居地是非常容易分開的 台北市或一個城市地區 有戶籍的人比較有錢 還是沒有戶籍的人比較有錢 社會就出來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他反而是一個 你窮到一個程度 你就已經申請不到的法律 對照台灣過去相對貧窮率統計 主計總處大約落在7% 而衛福部委託學界計算約13% 但中低與低收入戶補助人口 大約只佔2.5% 58萬人 大概全國有280萬到300萬人 他收入是低於最低生活費的 卻只有58萬人 實際有通過低收跟中低收入戶的資格 也就是說有大概 因為至少220萬人是被排除在外台 社會救助法以防備為法源設計 外界部分聲音擔心 一旦放寬 是否會讓詐臉詐騙更為猖獗 台北市現在531個低收的街友裡面 有13個人具有低收中低收的身份 那其中只有一個人 他的請是指定撥到別人的帳號 補助款是撥到誰 那他有沒有把錢給你 這是我們比較關鍵的 那低收入戶其實也沒什麼請 大概就是長輩有錢的長輩 被詐騙的比較多 補助款是否送到需要的人手裡的確重要 而社會局訪查 無家者常見的詐騙案件 多為賤賣身份證 淪為人頭戶 美國為了預防人民無家可歸 它有一個預防性定義 你可以預料得到你未來14天之內 即將會被迫遷離縣住所 而且你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或者是你今天就可能必須逃離家裡 那他就會預防性的把你定義為 你是無家可歸者的議員 美國選在人們無家前先協助 面對福利詐欺 英國也有350到5000英鎊不等的罰款 而瑞典除了罰款更有監禁等相關罰則 民團直指台灣隱性貧窮嚴重 社會救助法卻似乎寧可錯殺也不中訪 報稅率只有七成 那台灣的國情它有這個地下經濟的一個現況 縣市政府需要有很多的訪視查核的人員 後續還是會跟採稅資料來做一些勾計比對 那發現其實有錯誤的這個引起的民怨 要追回所付出的這個生活補助 跟健保費用相關的一個費用的補助 儘管台灣社救法也有福利詐欺罰則 但難道因食物追討不易 要讓更多人掉落無法翻身的貧窮嗎 社會救助法修法社會制度的訂定 它要考量的是各類的對象 多數的對象的一個可行性的做法 以及就是這個公平性的議題 現行低收和中低收入戶補助對象不只無家者 原本就應該透過實際貧窮程度 判斷補助等級 房幣事關審查 怎麼會跟收入評估相互捆綁 社會救助法 它定義了在台灣什麼是合法的窮人 也就是所謂的低收入戶跟中低收入戶 那如果說被社會救助法 給排除在外的人 基本上就不會被認定是窮人 或者是經濟弱勢者 第一線工作者直指 沒有無家者專屬法源 代表福利身份和貧窮困境沒有正式保障 但中央擔心制定專法 會造成另一種貧窮標籤 社會救助法修法的預告版本 明定這個各機關的這個 對於無家者的協助的一個權責 現行的是那個 街友的安置輔導是由縣市政府制定的 所以會變成說各縣市的 可能對街友的定義不同 或者是他們的可以協調的 這個跨機關的 跨領域的這個資源不同 不過4月 在社會救助法修正草案預告版本一出 虛擬收入打八折 或是家戶合計部分放寬 人事無家者擠不盡的窄門 而居住弱勢出現的多重困境 並非單一失業 或身心障礙補助能協助 想拖油 得先讓他們有好好休息的住所 才有可能談穩定工作 白天可能我們在空間會舉辦很多修復身心的活動 肚子渡絕 炸其行為 儘管衛福部表示 人在匯集意見 與調整修法內容 但躲在家庭後面的社會救助法 代表政府仍未正視 這40年來台灣社會和家庭結構的 劇烈變化 一旦遭遇到這個變故 都有可能會落入到這個貧窮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社會救助法 它其實並不是只是針對現在的貧窮人 它其實對於所有人來講 它都是一個 我們的社會安全的一個最後一道防線 台灣體感貧窮焦慮蔓延中 一旦生命不幸被意外絆倒 沒有人應該被放棄 不幸被意外 也沒有人前 我們 metaph負責 作為視頻 當作為 echo 火lime 大吉利 小ité 是不是 我們